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什么是能量频率上作者和郁郁优于扬生事件将近 所以关于能量的相关问题家人们应该都需了解 因为家人们对修行的相关知识较喜欢 所以对能量方面的问题就很少谈论 而灵性修行课程的部分未论及能量的相关问题 所以新觉醒或准备将觉醒的人来说都比较少接触 对能量方面的知识就比较陌生 新天对能量的相关议题 以较完整的一次做个说明 由于内容很多篇幅会比较长 所以用上下篇分两天来PO 请大家耐心的看下去 什么是能量频率 它跟热量一样吗 在文章中相信大家都经常会看到能量这个词汇 其实能量就是能量频率的简称 有时也称为频率 它跟热量完全不同 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为能量与热量的产生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途径 所以不能相提并论 并且能量还可以再分为属性与本质的不同区别 下篇中会再做说明 因为能量频率的高低 关系着我们的修行层次 能量 我们这个宇宙就是一个很大的能场 生存在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能量 如果没有能量 生命就无法存活 不管是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 或者是混浊的能量 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这些能量 来维持自己的灵性生命 一旦没有摄入这些能量 生命就无法生存 这就是能量的简单了解 想到这里 您也许更迷糊了 平日根本感觉不到有能量的存在 更别说是震动了 因为 这部分是属于灵性生命的知识 我们身处地球低频的物质世界 受物质 肉身 载体的影响 障碍了我们这方面的感知 热量 热量从这个词汇上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它要有温度才能产生热量 热量是每一个生命载体都需要一个正常的体温 所以 热量是起到平衡我们 这个肉身载体的作用 因为 我们这个肉身载体 就是一个能量组成体 它就必须要一定的热量来平衡自己 如果没有热量 平衡不了 肉身载体自然而然就会逐渐衰退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器官衰竭 所以 我们地球上的人类 一旦没有热量 肉身载体就会报废 因此 热量只限于我们这个肉身载体的需要 至于呼吸气息的顺畅或单甜的能量 那只是在反映本身肉身载体的好坏而已 跟能量频率没有关系 但能量就不同了 能量它没有温度 它只有频率 震动 的高低 频率越高对这个生命 就能产生越大的价值 因为 它能帮助这个生命 不断持续的提升自己 混浊的能量 也就是指能量越低 对生命来讲 它所能产生的价值就不会很高 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 不管我们生存在哪个维次空间 就算你没有这个肉身载体 一样都需要能量 如阴性生命 它们没有载体 它们需要的是阴性能量 所以没有能量 不管我们属于哪种的能量 组成体的生命 灵魂 都无法生存在这个宇宙中 什么是宇宙能量 它怎样产生循环 不宇宙的本体就是能量 而且是由不同层次的能量所组成 这些不同的能量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转化成物质 而能量转化成物质时间的长短 要看这个物质能量的高低而定 有些高能量的物质 甚至需要超过亿万年 才能转化而成 这些不同的物质能量 可以组成大小不一的物体 比如星球 或者经创造者 创造出不同的物种生命 比如人类 由于能量的层次级别的不同 自然就会持有不一样的生命或物体特征 所以 这个宇宙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场 所有的万物都离不开能量 都需要能量才能存活 只是看这个生命或这个物体 需要的是怎样的层次级别的能量而已 如果这个生命或物体的层次级别很高 它就需要很高的能量来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 什么样层次级别的生命或物体 就需要什么样层次级别的能量来维持 只是不同层次级别的能量无法相互通用 就是这个道理 宇宙中不同层次级别的生命或物体需要能量 同样的 宇宙当中的每一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就成为了宇宙能量 这些生命散发出来的是正能量 这个宇宙就会有正能量 这些生命散发的是负能量 这个宇宙就会有负能量 不管正的能量还是负的能量 都叫宇宙能量 所以宇宙需要所有的生命散发出的能量 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转 而所有生命也需要宇宙这个大的能量场 给到自己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 所以这个宇宙所有的能量 都是一直在循环 宇宙能量它是如何循环 跟我们的能量频率有何关系 对于这个议题 可能是我们三维人世间 比较陌生的一个知识领域 因为我们三维的低频世界 我们的肉身载体肉眼 再加上地球的仪器 所能看到与了解到的宇宙知识与真相 仅达到1.5%而已 换句话说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宇宙知识我们地球人类是不知道的 我们地球人类号称万物之灵 事实上是知识非常贫乏的人类 因为我们是全宇宙有人类生存的最低频星球 所以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不到 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形成 都是被这个很大的能量场所牵引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强调能量的重要性 并且我们这个宇宙的能量是循环的 是宇宙当中每一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就成为了宇宙能量 因为当这个宇宙所拥有的能量 能形成一个很大的能量场时 它就能成就很多的生命 当然 这些生存在这个宇宙当中的生命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也能成就这个宇宙 这就是宇宙与生命之间 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 所形成的这种互补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宇宙 如果没有生命的存在 它就会缺乏一定的生命力 那它就会失去了 它存在这个宇宙的价值与意义 同样的这些生命 如果没有大宇宙的这个环境来承载自己 它也没有能力可以正常的生存下来 所以宇宙所有的能量都是循环的 这就是宇宙的真相 告诉家人们这些最基础的宇宙知识 当我们什么都清楚明白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再禁锢自己 封闭自己 就会对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事物 有一个学习动力 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宇宙能量的循环 并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这样 一个物质或生命发出后 被另一个吸收 然后另一个再发出 由其他的在吸收 周而复始而出现循环 其实能量场的循环 指的是在这个宇宙中的能量数量是不变的 并不是加减乘除的运算 变得使它的纯净度与污浊度 不管是谁吸收了能量或谁散发了能量 只是让这个能量常起到变化而已 并不代表能量就会增加或减少 因为一个人的能量会有升 也会有降 而我们个人所具有的能量 只分高低或纯度与污浊度 我们的能量只不是以数量来计算的 人只要能散发出能量 如果散发出纯正的能量 就为这个宇宙增加了一份正能量 而这些正能量可以冲淡宇宙中的负能量 同样的 如果散发出负能量 情形就会颠倒过来 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只起到让这个宇宙中的能量 变得纯正或变得污浊 而宇宙自身存在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 例如 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两千丝丝的水 若喝多了就排掉 身体内的水数量不变 若你喝的是干净的矿泉水 对我们的身体 能量场 有帮助 若你喝的水是污浊含有毒物质的水 那你的身体就会受影响 道理就跟着类似 现阶段我们的这个宇宙 就是负能量超出一定的范围 这会让整个宇宙的能量失衡 宇宙能量一旦不平衡 那所有的能量场就会混乱 而能量场的混乱会让所有生命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 因为 它们不能够按照正常的规律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地球的负能量 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小宇宙的发展 而小宇宙又会影响到大宇宙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要宇宙大扬生 就是一个进化工程 就是要扬生人心 让地球达到五维的世界 成为真正的佛国岔土 让友善根 有爱心的人能很好地存留在这个宇宙当中 不断地去创造辉煌 谢谢阅读 感恩您 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 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什么是能量频率 下作者 何玉玉 昨日我们谈论了什么是能量频率 它与热量的差异 其什么是宇宙能量 它怎样产生循环 今天我们再来谈论什么是能量的本质与属性 它们存在怎样的区别 之前我们在说明能量与热量的区别时 请就能量与热量的不同做说明 并且就修行与能量的关系与重要性做介绍 现将此部分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也由于许多家人们 会将能量的本质与属性搞混了 在此也一并将两者的区别和宇宙能量 是不守恒的做个说明 相信许多的家人们 已经把能量的属性与本质给混淆了 所以在修行时会有很多宇宙奥秘理解不了 更误不到其中的道理 反而越来越迷惑 关于能量这个词汇 在我们三维世界的地球 属一个物理学名词 能量是物质的时空分布可能变化程度的度量 用来表征物理系统做工的本领 分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等 但在宇宙中却分得比较细 之前在文章中提到的宇宙能量 分正能量与负能量 而宇宙能量又可分因 阳、两者不做较详细的说明 则很容易混淆 这个大宇宙的能量分为阴阳两种 这是大宇宙本身自带的能量 是于平日在文章中经常出现的正负能量 它是每个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才会有正负的分别 所以 这就是能量在我们地球上物质世界不同的区分 不与处在不一样的领域所做出的界定 其实 在不同维次空间有不同的叫法 不同的名称 但仅按照我们地球上世人所能理解的 效能接受的情形做说明 把这事实真相与名称做个了解 让大家对理解宇宙知识会更有帮助 大宇宙的能量分阴阳 且它可以转化成物质能量 而物质能量才可以转化成物体 这就是大宇宙本身自带的能量 这跟生命本身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是存在差异的 但是 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对大宇宙可以起到辅助的作用 如果整个大宇宙只有自带的阴阳两种能量 它没有生命所产生的高低起伏变化 那这个宇宙不会有任何色彩存在 也就平淡无奇 了无生趣 因为 只有生命的出现 才能带给这个宇宙活力 而只有阳性生命才能吸收到阳性能量 但阴性能量却可以让阳性生命起到平衡的作用 例如 如果你是习惯性的夜猫子 或是必须进行夜间工作的人 现意还是适度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 尽量能让自己在夜间睡眠 因为在夜间所呈现的阴性能量 它适合进入我们人类的潜意识进行运作 而在我们睡眠时潜意识会超越意识的运作 这对我们的帮助将会很大 但是因为我们的大宇宙 含小宇宙 是正能量的世界 而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负能量 若是过量 则会影响到大宇宙自身的这个能量场 使其无法平衡或不能正常的运转 所以大宇宙才定期扬升净化自己 平均二至三亿年一次 依此淘汰部分对大宇宙不利的那些低频的生命 因为负能量的生命存在正能量的宇宙太多 不但会影响正常发展 而且还会倒退 所以只要生命堕落到一定的程度 当然就会被大宇宙的能量淘汰 生命不生不灭是有条件的 大宇宙为了保护更多生命的安全 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来平衡自己的能量场 才能保住其他有爱心 有价值的生命 关于能量的本质与属性的问题 以炸弹为例 炸弹它自身里面的火药 属于阳性的物质能量 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大的爆发力 这世界上的阳性的物质能量 都有此特性存在 但炸弹的外壳是铁矿 它却属于阴性的物质能量 所以以此为例 什么是阳性物质能量 什么属阴性物质能量 就很容易拿来对比 这是物质能量跟我们自身散发出来的正负能量完全不同 物质能量是属性的问题 分阴阳 而我们自身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是属本质上的问题 分正负 所以需要好好做区分 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我们地球物质世界的教法比较简易 为做教明确的区分 在此仅简单说明 什么是暗能量 它是怎样存在我们三维世界 我们三维世界的物理宇宙学中 暗能量是一种充益空间的能量 增加宇宙膨胀速度而难以察觉的能量形式 暗能量假说 是当今对于宇宙加速膨胀的观测结果 所做的解释中最为流行的一种 在宇宙标准模型中 暗能量无处不在 并且暗能量已占据了宇宙68.3%的职能 暗能量这个词汇 是我们地球物质世界的一种教法 其实暗能量就是负能量 既然是假说 就代表不是真的 为什么称之为暗能量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负面的东西 是黑暗的东西 虽然我们的肉眼无法看得到 但是凭着我们三维的科技 不与一些高端仪器 我们了解到它们是确实存在 至于我们所了解到的讯息 为什么我们物质世界 暗能量占据了三分之二 但是我们现今的科技与仪器 却无法知道 这些暗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如何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通过之前P.O.文的诸多知识 下人们应该非常清楚 它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 或每一个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暗能量 这些负能量就是我们称之的暗能量 为什么它占据三分之二的空间 是因为我们这个星球 负能量的人多于正能量的人且多很多 当然也包括一些负能量的动物或其他生命 只要每个生命每天都在散发负能量 那我们的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不到处都是负能量 这些负能量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伤害呢 如果我们这个星球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 到处都是负能量 也就是连那三分之一的空间 都被负能量占据的时候 我们这个星球将不复存在 因为地球是属于正能量的星球 如果不存在正能量 代表它在这个宇宙中 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大宇宙也不会让这样的星球 存留在这个宇宙当中 危害到大宇宙的安全 之前的地球就是因为还存有一点希望 我们这个星球还有部分正能量的人 还在散发着正能量 只是我们的正负能量已经倾斜严重 失去了平衡 才让我们一度处在危险的境地 现在我们清楚明白了 就应该学会改变自己 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 让更多的世人 了解这样的真相 带动大家觉醒 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生命散发正能量 从而让我们这个能量场得到改变 如果我们这个能量场改变不了 对我们的伤害 不但是肉身载体上的 当然也会腐蚀到我们的灵魂 因为我们每天而如木染下 当然会受到干扰或是被腐蚀 如果我们有这一份责任心与使命感 就应该尽可能的先觉醒 再带动一部分人觉醒 传播正能量 只有这些人逐渐的觉醒 他们才会改变自己 才会散发正能量 也只有我们正能量越来越多 这个世界的能量场才会得到平衡 平衡了 这样才能让我们尽快的扬升 现今已经非常接近扬升的门槛了 大家继续加油 谢谢阅读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